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有约300人一同参与上线 很感恩大家对此读书会的热烈参与 透过读书会分享的因缘 很多同修及精英和我们分享了 那天读书会后带给了他们很多的启发和感触 因此几位同修发心做了读书会后的心得 学习分享影片 已经都发布在YouTube上面了 而这支影片将是这系列的最后一集 静岳小破的同修在满地的用心引导下 学习如何将法落实在生活中 修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修行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探讨同修们 是如何学习将法用在生活当中 进而对自己家人静音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同修们在线上分享 参与的同修有 我妈妈秀莲和我妹妹Vicky 大家好 明慧阿姨 你好 佩云阿姨 大家好 丽芬阿姨 大家好 伊林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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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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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子珊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先从子珊开始吧 子珊 在修行方面 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我在认识静音小波之前有少许的接触了佛法 但并不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家里人也是比较偏向迷信的宗教 所以自己自然的就会比较迷信 但是修行其实是很实际的 而不是迷信 虽然在外有很多法会会弄到佛教是个很迷信的宗教 但是很庆幸反对并不是这样的 而我通过自己的观察 也了解到只有实际的修行 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修行没有限制年龄 也没有限制条件 只要有心要修行 那获益的就不是他人 而是自己 确实 满地一直强调实修的重要性 要把法活在生活当中 从中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看到了不一样的改变 因为这样让我们见证到法 不是虚幻或迷信的 是实实在在的佛法和教育 嗯, yeah, I think that many people have the misconception that believing in a religion has to do with something mystical but after meeting Bandai and practicing Dhamma with my fellow同修们 I think that being a Buddhist means working on yourself and just to become a better human being 对的,修行就是让我变得更好 断掉自己不好的习气 如自己的贪 自己的坏脾气 多学和增长自己的智慧 因为这些就是我要的 我就不会自然而然地 把这些纳入到自己的生活 更何况好的习气 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养成的 我们一定要一知地做 是的,每个人要活到老 学到老 而且实修是很重要的 会让一个人去反思 及反省自己的问题 从中改进和突破 变得更成熟稳重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 大家的分享 对自己在法的熏陶里 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请紫山 自从我接触了佛法后 从反对身上学习到修行 顾名思义就是修改自己错误的行为 并且要活到老 学到老 这样自己的生活才能改变 变得更好 可能是因缘吧 我本身还没接触静约小波的时候 就对佛法有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自己的宗教 到底是怎样的 那就在机缘下 Uncle Tony和Aunty Alice 就引导我加入了Meditation Line 而鼓励我去道场修行 也很庆幸自己 并可以相应反对的佛法 也可以相应静约小波的道场 嗯,我也是 你会不会有任何时 你会不会有任何时 除了时间的 在 Canada 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做的 我会尽量的 在网友的 游戏节奏 因为我认为 它会让我迷失 现在 我们会变得更加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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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很多 运动的 在我们 在我们的 很多人的 运动 我们会变得很重 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和健康 我们的家庭和家庭和家庭 我认为我们需要我们的身体和身体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和身体的身体 但是这个身体的身体 takes很多努力 它需要用力,力量和力量 我认为我们的重点进行训织 我认为我身体的身体 我认为我试试择摆着我的船 你认为我认为我海的水平 我认为我阻止太高 我认为我阻止太阳 所以我认为我阻止的身体 我认为我阻止的身体 我发生了一种感觉和意识 我认为我的身体 you know my day-to-day so mindfulness might be like suddenly saying oh I'm getting angry and so when I discover myself getting angry I will stop and look at this and look at the situation more objectively rather than letting myself being in that emotion I learned to be with myself instead of numbing or letting my emotions feelings of thoughts control me it's really a practice of being alert of what is happening internally and then deciding to respond in a way that is more compassionate and more well and less emotionally driven so that you know when the day is over or when something passes you take a moment to reflec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come to terms with what happened sort of like what went well how did I act was I kind and in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I can discover things that I maybe didn't realize at that time that it was happening you know it may have been my attitude it may have been what I said to somebody how I acted or just something that I didn't consider from another person's point of view 没错有时修的人懂得随时保持觉醒正念不会让自己放纵懒散而是会观察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是只是在修行的道路上还有在生活上也是 身在新加坡的我从小到大社会学校家人其实只注重我之前法的学习 但自己开始在班爹的引导后才了解到出世间法的智慧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贪嗔吃导致我们很不开心 所以开始做工的时候我就很不开心 当我学会了法就把法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我自己就终于明白 其实实修就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帮助我断掉这些坦诚吃 让我的内心就变得越来越清安自在 这修行的道路不只是记载在经典上或佛书上的文字 我们一定要运用在自己的生活 Dama practice is not just about learning the words and theory but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what I needed to apply in my life 而且我们一个人的学习不只要留在世间法 一定要学习出世间法的 是的 我也是自从认识了Munday 从Munday的身上和Munday的引导中学习到出世间法的重要 从小大大的过程中 学校老师很多时候的教育有时候会让我很排斥也很不喜欢听老师的声音 然后高中的时候呢我在一间佛教学校读了三年 我对禅修课没有很大的兴趣 然后每次出家法师分享佛教故事的时候 我都没有在听 然后所以自己也都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后来寝室满队之后才了解到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我都很大 老师的我很大 学生的我更大 当然听不进去老师的声音 我们更学不到东西 因此一位好的老师是很重要的 Munday的引导是不分年龄 不分男女老少 我们这些同修们跟随着Munday这几年 因为有了Munday的引导 我们的进步不只是在个人的习气 工作 课业上有所进步 我们也能够在家庭里看到 家庭变得更加和谐和睦 那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being more in control of those things have really, really helped me be more successful in not just my own career, but also in terms of my interactions with my friends, my families, my co-work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also myself, in terms of how I'm being more compassionate with myself when I face certain challenges. Funday's guidance have helped me develop a set of tools to assess, analyze, and handle many challenges that I have learned to deal with so that I can maneuver all these challenges in a very tactful manner. These tools that I've learned is widely applicable to not just my career, as I had mentioned, but also to my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As these tools assimilate into my life as part of my daily practice under Funday's guidance, and as I motivate and encourage my family members to partake in this pathway of change with me, we've all noticed that we've all become more harmonious and understanding of one another. It's just fascinating and amazing this is what Funday's balance has helped us achieve. 确实,透过Manday的引导 我们也渐渐地改变了自己 当自己改变过后 周边的家人精英看到了 很自然地就被影响 被影响过后 他们也会跟着改变 他们也成为了 我要实受的动力 那让我们了解 同修们要改变的动力吧 紫山,请 我其实很想要改变自己的家庭 命运 也知道只要我自己改变了 家里人看到我改变 才会一起改变 但是改变并不容易 反正一直鼓励我们 要把修行实践在生活中 尤其是要表达出来 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这样在修行的道路上 才会长久 在还没接触到板地之前 我并不喜欢和自己的奶奶沟通 因为很多时候 老人家都并不喜欢听 年轻人的话 但在板地实修的空间里 能把所有各年龄层的人 串联起来 可想而知 板地的慈悲 智慧和心力是多么的强大 而这是我需要向板地学习的地方 那么我才能面对家人 和他们沟通 而不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 而逃避问题 真的很随喜赞叹紫山的学习之心 当自己有想要学习和改变时 接下来就要有实质上的行动 去做改变 那让我们来听听 以琳对自己的改变这条道路的分享吧 以琳 以前自己是很懒散的 就是在家里什么也不做 直到自己去到了道场 就学习了打扫卫生 做饭等等 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开始做饭 打扫 学习了 勤劳 我自己就发现 现在的自己好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懒散 工作上也比较伤心了 就是 就是现在在长老的鼓励下 我就开始也报读了Masters 还有以前自己是真的很爱吃的 但是在道场因为要守戒 自己就自然的耳然的能够不吃晚餐 然后每天每次星期一的时候也是有吃素 去年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吃上15天的素 就连熟悉夜也是吃素的 这些就是能够帮助我证明给自己 其实我自己是能够控制我的欲望的 而这些控制就让我在生活上活得比较积极 实修就是能够帮助我把不好的习气就改掉 所以在分享中我有谈到就是自己开始工作的时候很迷茫 因为小时候很多重大决定都是我父母来帮我决定的 但是工作后因为父母没有支持我的工作上的选择 所以我就开始不问父母 就自己要自己决定自己走自己的路 当然一路上就开始跌跌撞撞 所以很幸运自己能够认识到长老 而在长老的引导下 我少走了很多冤枉路 同样的就是在修行和打坐上 如果我问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就可以问长老长老也会能够以因材施教的方法来教导我 也是教导了让每个人确定每个人能够领悟 也是能够学习 就像人如果他们走过这条路 他们就可以教我们这条路要怎么样走 什么路可以走 什么路不可以走 什么路比较危险要注意 哪里比较安全 但是当然了 走的人还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以前其实不是很喜欢佛教 因为是不明白啦 觉得好像佛教用的词汇为什么这么深奥 自己都不明白 但是幸好就是认识到了长老 法路的法语就是长老就是所分享的法 都是很好明白的 我自己需要这些力量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翻读一下 或者我打电话问一下跟长老请示啦 所以这些就是能够帮我了解 其实法路不只是 不只是它只是一个sharing 一个guidance而已 它只是一个文字来帮我们参考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头脑和思想的模式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进步 要真正的了解 就是一定要实修 我们一定要practice personally 长老的提倡的就是实修 所以它会用很简单 很多解释 给我们很多例子 来明白这个法 也让我们 教我们就是如何把法活在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让我看到就是修行的道路不只是文字 我们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法 把法活在自己的生活上 是的 这就是曼队所说的 修行就是修改自己的行为 只要把法融入到生活里 只要自己有所改变 我们或你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们并没有神化它 而是当你改变过后 你的思维想法也会跟着改变 间接的你看出去的世界也会不一样 在这边有些人应该会去思考 那法和善法又是如何将思想打开呢? 可爱人你可以不会在这边分享一下你对这个的看法呢? 从法和善法 我觉得我们学习 to develop a sense of openness A ventilation of the mind, if you will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started working I remember本日's reminder to me that I'm there to learn So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learn Whether it's a job position or just from different people So instead of seeing everything as a personal attack to my ego or my self-esteem I'm reminded to be humble To adopt a very open-minded attitude to feedback and to situations And I also feel like this frees myself from maladaptive or unrealistic standards That I would set for myself normally I think just as Eileen mentioned just now It's like 把自己的头脑打开 把自己的心打开 You know, that openness You know, keeps the vents in my mind, in my heart open So that it doesn't become too congested with negative thoughts and feelings I feel like we often get stuck in our ways or our habits Driven by our fear or insecurities But one of the beauties of Shuxiu is that it can be done by anyone Regardless of your background, your culture, your ethnicity, your age As long as we are able to open ourselves up to the guidance To accept it To be brave enough to look within and to apply what we learn We can become self-sufficient We can become better versions of ourselves And from there, we can als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And build genuine connections It also spread that positive education and loving kindness to others 以前我不曾做善法 是接触到满地后 我才发现善法和布施是多么的重要 以后期才明白善法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的心打开 还记得在2020年在槟城拍摄Home and Harmony 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马来西亚的种族 然后在与不同种族的交流中 我发现自己的头脑和心打开了 我愿意去了解不同种族的文化 语言跟习俗 而在今年6月初我再次又回到了冰城去发放水的故事 让在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还多了一份爱与关怀 我看到为了这一次布施 同兄们真的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心力 而且在讨论和一起共识的过程中 同兄们是无私的奉献 让我看到修行人家心打开得更阔 然后将爱散发给予他人力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同修 因为同修可以彼此互相一起修行 做善法 断谈成吃 用善法和对的方式生活 这是只有在实修的修行者上才会有的 这连好的朋友也不会断谈成吃 所以满帝曾经开示到 大爱的引导确实可以给人在世间法不断的长跑的力量 这个世间需要大爱不度终身 因此满帝时常鼓励我们要把爱大爱展现出来 无论对方的种族 宗教 性别年龄 大爱更不分你我他 的确 很常我发现到自己都习惯用自己的模式处理事情 又或者用自己的概念去生活 后来透过满帝的引导 让我了解到 很多事情不是只能用一种方式去处理 透过法和教育的引导 打开了我的思想 勇于尝试新的挑战和课题 是 就像每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一位引导者给我们方向 而一位善知识他正是可以指引我们到正确和光明的道路 我们真的很庆幸能够认识到满帝 在这几年向满帝学习的过程中 满帝无论再累 不尽管现在满帝身体已经不好了 也会很用心地把教育带给我们 而在每一次一对一的谈话中呢 满帝会很直接地指点出我们的问题 法的分享能够让很容易紧绷的我 又能再次的柔软 后后我又可以处理到很多东西 然后让我重新的能量 准备好 为下一次的问题还可以去处理到重新出发 相信这只是只有能相应和能愿意改变的人 才能见证到自己的成长和突破的 而这些方式变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而变成我们日常的习惯 他们的永恋性能让我们 不只是我们自己 而是很多人在不同步骤的生活中 这是修行和改变我们的美好 谢谢Vicky和Alwin的分享 很开心因为有了 静岳语录读书会分享的这个因缘 能够带给这么多人新的启发和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邀请 静岳语录的幕后筹备小组成员 为我们分享他们的感言 有请丽芬阿姨 大家好 刚才听了一群年轻同修们的分享 我自己是很随喜赞叹的 因为她提醒了我 应该保持同样的积极度 不要停留 因为法确实像太阳 平等给予每个人温暖和能量 所以一名实修者 无论年龄 性别 都应该保持积极 有能量的去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 延续每一个善的空间和因缘 是我们应该有的使命 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前几天因为腰酸背痛 我去调整经络 医生说我 长期的行 住 坐 祸 知识都不对 因为没有用到核心的力量 去支撑自己 所以我必须调整 学习去 carry my own weight 这样身体才能达到健康平衡 这句话应对了 bande一直给予我的提醒 借助外力 只是暂时的方便 自身的用功 才可以达到真正自根的改变 因为在跟bande学习的这几年 虽然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很多的成就 往往都是借助了bande的力量 才可以达到的 没有了bande的帮助时 我很快就没有了心力 打回原形 所以接下来 无论是在修行上 或是在身体上 我都必须学习去 carry my own weight 活出发正道的人生 做出真正的改变 我已经四十多岁 照以前的人说 这本应该就是正直壮年的黄金期 可是 随着时代的快速改变 整个社会要求的是更快 更年轻 更新鲜的能量 我也难免会感到压力和不安 bande让我看到 在这个时候 修行培育界定会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与其被外在的因缘拉 和不断地在里面翻滚 实修者应该沉稳地 把握每一个当下去发挥自己的优点 做到最好 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是想想 这样的人 无论到了什么年龄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安然自得的同时 别人也会珍惜我们的 所以 再次鼓励各位同修 比我年长的 比我年轻的 和我差不多的 修行真的很好 生命有限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沙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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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丽凡阿姨的分享 那我们有请佩云阿姨 大家好 我很庆幸加入这个法律小组和读书会 就是因为这个因缘 我更深一层地了解 长老的引导和教育 从中我更明白 长老常常挂在嘴边讲的那两个字 修行 修行就是修改自己的行为 然后纠正自己的过错 实修实证的长老让我看到 修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必须努力去完成的一件事 由于这个贪嗔痴 欲望 无名 傲慢 我们这一生人造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业 因为就这样 我们需要修改的错误行为 太多了 我们就要修行 因为这个缘故 长老一直在法的分享中 不断地提醒我们 修行 修行 长老的引导和教育 很直接 很自然 很坦诚 很用心 而且很生活化 它没有拐弯 抹角 也没有锦上添花 真真实实的 让你在引导 教育中 看到自己需要修改的地方 长老的引导和教育 就是如此的真实 和可贵 长老分享的法 都记录在 经约 法语 这本语录里面 这本语录的内容 要你 自己亲自 去读 去看 去了解 去体会 然后去实践 你才会明白 这个 和领悟 这个修行 所带来的 能量和智慧 以这个例子 我再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给你一杯水 只有让你自己 亲口喝完这杯水 你才知道 这杯水的味道 是甜的 是苦的 是酸的 还是当然无味 这个亲身体验的过程 别人是不能代替的 修行也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看到 长老的真慈悲 我愿意 跟随每个星期 246的打坐听法 也很愿意 多次的翻阅 这个 经约法语里面的文章 细细的去读 也愿意安排时间 去到禅念禅修 这个对我是非常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紧随着 紧随着长老的 这个引导和教育 我渐渐看到了我自己 在生活中 在生命里 在心灵上 我自己需要 认认真真的 找到我内心的平静 和自在 我也看到了自己 日后应该选择的 方向 还有目标 让自己在 正法的 训练下 踏上这个修行的道路 那长老呢 时常在我们面前 一直提醒的 提到的 这个 support team 指的就是 善知识 善同修 善环境 这个support team呢 很重要 因为在善知识 善同修 善环境的 氛围里呢 我们得到 正确的引导 这个正确的引导 让我们 大家一起 茁壮成长 努力精进 勇敢的面对 突破和成长 那么 稍后呢 随后呢 我们可以鼓励 我们自己的 家人经营 努力的修行 使自己的 身心灵 更平衡 更健康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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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非常 我非常认同 佩云的 分享 我们每一个 读书会的小组 的成员 都非常 感恩满地 也非常庆幸 我们可以在 小组里面 讨论文章 进而从文章里面 一个字 一个字的学习 然后 学习将这些法 纳入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骨髓 再来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 带领我们的 家人跟精英 在筹备 读书会的时候 每一个成员 真的都非常的 用心准备 一直以来 满地呢 也都鼓励我们 将法 传达给家人 还有精英 在读书会 我们都知道 这个分享是一个 很好 很重要的因缘 所以 我们 这个小组的成员 都知道 我们的责任 很重大 大家有的 只准成功 不许失败的决心 所以在筹备的过程中 不许是人员的 分配任务的调动 或者遇到困难 从文章的内容 到上线的表达 每一个成员 都发挥了最大的 配合度和团结力 只要有需要 小组的成员 每一个人 都是全力的支持 同修们 彼此不断地分享 不断地互相鼓励 再加上 满地用心的引导 还有丛林群组 同修的鼓励 支持下面 完成了这个 读书会分享 当读书会结束的时候 让我自己最开心的 不是上线人数有多少 而是同修们 大家一起努力 团结合作 下面完成了这个目标 这个团结一心的力量 我自己是很感动 也觉得非常 十分的可贵 在这次的读书会呢 真的体现到了 修行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修行 满地一起来 都很用心地教育我们 除了佛教以外 我们要懂得尊重其他的宗教 其实在打坐群里面 也有一些是 不是佛教的同修 一起学习打坐 满地也教育我们 实修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实修 我们才能改变 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 还有错误的行为 实时来掌养 我们自己的慈悲心 并且我们还要珍惜 善法的因缘 珍惜善知识 善同修 还有善环境 在善的组织网中 我们自己才会是安全的 我们才可以改变 我们自己的命运 不是靠算命 也不是靠问神 所以从这些 点点滴滴的教育里面 就让我们更去了解到 佛教真的是一个 最宽广 最包容 最理性 最和平的宗教 佛教 他慈悲 圆融的特性 他能够包容 所有宗教的优点 并且加以超越 也不会产生 偏执阶级的宗教斗争 还有害人不浅的迷信 这就是佛教的珍贵之处 以上这些珍贵的教理 我们从满地的引导 和教育中 切切实实地体会出来 真的十分感恩 满备 让弟子们可以学习到 这些实修的真谛 杀毒杀毒杀毒 大家好 我记得尊者 曾经问过我三个问题 第一 修行是什么 第二 我为什么要修行 第三 灭盘是什么 当时我的回答是 修行是修心 修行是为了解脱 断烦恼 了生死 第三 灭盘是贪嗔痴的止息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习 我真的发现 佛法是可以让自己 更容易快乐 更清安 烦恼少了很多很多 佛法是真的能超越 慈善救济 瑜伽冥想 也超越了科学 不是神话 是很真实的 所以将佛法 活在生活中 是真实能让人灭苦 离苦得乐 生活会更加的 有智慧和自在 选择修行 除了能圆满 世间法 还能真实地 让我们脱离轮回 学佛 修行是能真实 灭除苦的方式 借用尊者的问题 问问大家 你有想让自己 更快乐吗 你有想要修行吗 如果你正在修行 你可以问问自己 为什么要修行 而你的修行目标 是什么呢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自己的答案 杀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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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帮助自己 面对未来的人生 那我们的人生 也将会更光明 更有能量 祝福满地 法体安康 福会圆满 早真涅槃 祝福同修们 身体健康 吉祥平安 光明有能量 杀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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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 回向功德 杀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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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达美 kunyam asa wakaya wahangkotu 比达美 kunyam ibanasa pacayo kotu 比达美 kunyam asa wakaya wahangkotu 静岳小坡 全体同修 感恩长老的慈悲引导 诚心祝福长老法体安康 修行顺利 早正涅槃 也祝福同修们身心灵健康 吉祥如意 福会双修 sadhu sadhu sadhu